在週末期間的緊鳴衝突之後 越界進入瓜地馬拉的宏都拉斯 非法移民 半數以上被遣送為宏都拉斯 墨西德總統歐布拉多則指出 希望在美國新政府完成政權移交之後 儘快跟美方就非法移民的問題進行會談 瓜地馬拉當地時間十八號星期一 瓜國軍警嘗試驅散 越界入境的宏都拉斯非法移民 除了以人牆封鎖主要道路 也協調宏都拉斯把這些非法移民 以巴士分批遣送回國 路透社報導指出 週末期間越過邊境的宏都拉斯民眾 人數在八千人左右 被巴士再回國的在四千五到五千人之間 其餘非法移民有的持續滯留在邊界 另外估計約有一千人逃到附近山區躲起來 瓜地馬拉政府對於鄰國宏都拉斯 非法移民問題的因應頗有為辭 在美國政府即將改朝換代的前夕 中美洲的非法移民希望可以就此打開前往美國的大門 不過不僅即將上台的拜登 先潑了一盆冷水 強調邊界管制不會那麼快改變 非法移民沿路一定要經過瓜地馬拉 與墨西哥 也基於防堵新冠病毒疫情 對於他們的路過興趣缺缺 美聯社的報道說非法移民大量集結 其實是一種自我保護的策略 希望藉著人多勢眾 可以突破沿路各國的封鎖 抵達墨西哥與美國的邊界 再伺濟入境 公司新聞徐佳人編譯 雙方會以為選擇 雙方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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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